晚上好 馬上來看今晚有哪些焦點新聞 大麻首批志願者接種試驗疫苗 諾西山無奈表示 人民沒有遵守SOP 導致病例一再攀升 華裔女眾行摩托騎士 在送餐期間遭撞後逃避命案 有心人竟然冒充趙庫司機發文惹眾怒 更多國內新聞馬上來看1月30日的百革大事劑 晚上好 我是嘉順 新聞一開始有關病疫苗的消息 全國共有9家政府醫院 3,000人參與接種關病疫苗的臨床試驗計劃 而首批的62名志願者 昨天在吉打雙息大年蘇丹阿多哈里醫院臨床研究中心 接種了第一劑的關病試驗疫苗或安慰劑 第二劑的關病疫苗則會在14天後注射 接種的6個星期內 院方都會觀察他們已確定沒有副作用 根據國家免疫計劃 政府沒有強迫人民接種關病疫苗 接種餘否都是志願性質 MCO2.0從1月13日落實至今 超過了2個禮拜 但確診病例卻一直居高補效 衛生總監諾西山今天上午 巡視勞務郎區關病評估中心後說 政府給予經濟考量放寬了MCO2.0的管制 可惜人民不加以珍惜沒有遵守SOP 導致血診病例一直上升 此外諾西山也直言 許多人在行動管制令落實之前趕回家鄉 結果把病毒帶回家 這是非常錯誤的舉動 對此他就促請人民 急於配合提心的對抗疫情 如果人民懂得自律 那麼政府就沒有需要落實行動管制令 另一方面 諾西山今天也向新海峽時報證實 衛生部已經向國安會建議讓居家隔離的官病患者 佩戴電子追蹤器 以便能夠更有效地展開監督工作 不過建議結果如何 諾西山則沒有透露 接著我們來跟進女宋參議員 疑似遭壯後逃案件 死者王立儀的死亡真相至今為水落石出 但昨晚臉書卻瘋傳一則 自稱趙福斯基的留言截圖 內容寫道如果他有什麼萬一 拿著朋友會幫他解決 而且還用了對不起囉 這一類出言不遜的字眼 瞬間引起公憤 不過經過調查後證實 原來是有人冒充趙福斯基散播假消息 當事人韓先生今天接受新洲日報採訪時指出 他的臉書名字被有心人盜用來散播不實的消息 目前他已經向警方報案 王立儀是在本月的27日傍晚6點左右在雪州捕仲前往USJ方向的路段發生車禍 書班在野警區主任阿都卡利今早透露 警方已經向數名目擊者包括一名女護士路供 而事發當時出現在車禍現場的一名白色霍卡司機 昨天也主動現身註查 阿都卡利說該名司機是這一宗車禍的投報者 而且事發之後也留在現場援助 因此已經排除了案件涉及撞後頭 警方目前已經讓該戶卡司機口頭報外 並且將戶卡送到了電腦驗車中心以及化驗局進行檢查 換個焦點 財政部長東郭塞弗露在臉書貼文指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預測 我國在202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將會達到7% 僅次於印度的11.5%以及中國的8.1%在全球排在第三位 塞弗露說 IMF主要是以國內外的需求 以及我國將會在今年3月展開冠病的疫苗接種計劃 而做出了有關的預測 對此塞弗露就促請人民遵守SOP 繼續努力壓平感染曲線 以讓IMF的預測能夠成真 有鑑於全球冠病疫情回彈 為了降低病毒從境外輸入和流入社區的風險 新加坡外交部今早發表聲明指出 從2月1日起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德國和韓國的 互惠綠色通道安排將會暫停3個月 不過那些已經獲准在互惠綠色通道下 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則不受影響 今晚的新聞到此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